美国总统拜登这个星期六即将满79岁了 那么生日前夕他也进行了体检 不过由于照这个大肠镜必须麻醉 因此暂时移转了总统权 让副总统贺锦丽是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掌权 那么画面上你可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神采奕奕 走出了华府的华特里的医学中心 渐渐的状况似乎相当的顺利 拜登也元气十足的向记者表示感觉很不错 那么就在拜登渐渐的期间 近期频频是遭爆料说不合传闻的副总统贺锦丽 则是代替职权镇守在白宫西乡 让贺锦丽成为首位短暂手握总统权的非裔女性 而拜登是美国历届最年长的总统 这也是他上任之后首次的体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